各位观众大家好 汉河防务评论的平克福 今天我们讨论乌克兰东部战争的走势 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 众所周知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了100天以上 而现在战争主要局限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 这张图是我画的 这中间有很多没有擦红色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被俄罗斯所占领 只是说我要突出它这个地名 比如说赫尔松以及这个Donetsk Harkov等等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 五分之一的乌克兰领土已经被俄罗斯所占领 乌克兰是欧洲的一个大国 所以我们先从结论来谈起 以这样的态势 确实俄罗斯打得非常的艰难 而且我估计它的整体的经济 政治与军事实力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还会进一步的衰退 但是到目前为止 至少它已经占领了五分之一的乌克兰国土 而且初步达成了当初所旧定的最第一目标 也就是说把整个Donetsk和Lugansk给分裂出去 因为2014年的乌克兰东部战争所占领的Donetsk和Lugansk 当时只占这两个州大约50%的土地 所以在开战之前 我的预测是 俄下一阶段的主要的任务极有可能是全面的占领 Donetsk和Lugansk两个州完全占领 然后在2024年的俄总统大选之前 把他并入俄罗斯 这样再演绎出乌克兰回归的这样的闹剧 然后使普京能够理所成章的再度所谓当选总统 这是他个人的企图 所以这是当时的状况 一开始我没有估计错 但是全面的战争 攻击基辅 攻击哈尔科夫 这个我没有想到 那么最近 Zelensky他也谈到了 其实乌克兰当局也没有想到 攻击的规模会这么大 甚至美国也没有想到 这个就有意思了 因为在战前 美国反反复复的每天不断的再宣扬 俄罗斯即将发动战争 有可能占领基辅等等 可是在内部深沉 似乎就连美国也没有想到 这意味着什么 当时美国的宣传 极大的程度 占有宣传 心理战 恐吓战 这样的因素 实际上美国真正的考虑和判断 可能低估了普京的决心 那么我们现在来从一个结论首先说起 我认为依照目前这样的现状 战争极有可能进入持久战阶段 这不是一年两年可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因为即使俄罗斯很艰难 但是它仍然占有强大的军事工业的优势 兵力的优势 火力的优势 而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乌克兰的财政已经崩溃 而且整个军事工业已经不复存在 一个不复存在军事工业的国家 怎么可能持续的进行一场收服实地的战争 这就必须获得外国的援助 我认为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所分歧的 而且越来越明显 美国希望通过这场战争来削弱 俄罗斯的力量 所以会不断地继续军援 乌克兰各种各样的武器 但是这种军援的程度 持续多久 这个我想我们大家 随着战争进一步的深入 要认真的思考 因为这不是5亿美元 10亿美元 100亿美元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支援了将近300亿美元 如果再达到两年 三年 五年 甚至类似阿富汗那样的 持久战 如果普京还能够存活到10年以后的话 那么美国是不是每年都要拿出300亿美元 甚至更多来支持乌克兰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而欧洲社会 比如说德国和法国 要削弱俄罗斯力量 这种意图 政治意图 就没有美国那么大 当然欧洲也想削弱俄罗斯 可是如果要让欧洲承担很大的经济成本 尤其是天然气削弱进口之后的经济成本 通货膨胀的成本 工业生产 制顿的成本 这个欧洲可能要考虑 所以我认为今后欧洲和美国在围绕乌克兰战争长期化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的 这个问题上会进一步的有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最近法国总统希望乌克兰是否能够在领土问题上做一定的让步 北约的秘书长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就足以可见北约以及老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态度 已经越来越偏离当初的激进的立场 所以靠援助外部的军事援助来进行一场持久的战争 这是几乎不太可能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 为什么我们要反反复复的讨论乌克兰这场战争 它给人类所带来的经验以及各种教训 我想至少应该写十本书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来研究每一个战争的战场环节 战术环节战略的影响 进而研究乌克兰战争的根本目的 至少在我看来在很多国际学者看来 我们必须考虑到台湾海峡的问题 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谈 一本的这个首相也在这个演说上谈到了 今天的乌克兰战争会不会成为明天的台湾海峡 同时美国国务卿也反反复复的强调了 不能让俄罗斯觉得这个乌克兰战争是非常轻而易举的 不遭国际社会谴责的这种情况可以持续下去 因为这会鼓励其他的侵略者和冒险者发动新的局部战争 这个实际上也是在指中国 所以我想我们讨论乌克兰战争 至少在我这个层次 我想很多着眼点和比较点 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台湾海峡来 所以我刚才的结论是一长期化的战争 第二欧美在一旦战争进入疲惫状况之后 对一种伺服的认识 哪怕是未来的台海战争和这个现在的乌克兰战争 有可能出现分歧 还有最主要的是 战争怎么可能依靠外部的援助去持续的进行下去 怎么可能完全依靠外部的军事援助收服自己的实地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这场战争未来的走向会非常的长期化 这一点台湾和中国必须看上看进去 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可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决策 和来加以操作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 无论是持久的战争还是短处的战争 外来的援助可能只是一个辅助的因素 我们首先来看地图 从而了解现阶段的乌冬战争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其实在当初发动战争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共大致上是五路大军同时并进 一路是中部的基辅首都 第二路是北路的哈尔科夫 第三路是似乎想从海上发动对奥德沙地区的登陆行动 第四路是在原有的德尼斯克的方向发动的攻击 在原有的卢干斯克方向发动的攻击 在德尼斯克方向发动的攻击 主要是朝西南方向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西南方向对马鲁普地区发动的攻击 现在已经完全占领了赫尔松和马鲁普这些战略要地 这样乌克兰失去了压述海的出海口 所以我估计当初俄军普京所制定的版本是什么呢 岂有可能是三套版本 一 最好彻底占领基辅 如果占领不了全部基辅 至少也占领迪涅布河办的一半的基辅 这样问题就相当主动了 无论是占领整个乌克兰 把乌克兰变成一个附庸国 或者是沿着迪涅伯河把乌克兰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进而由俄罗斯控制整个东部乌克兰 所以一个独裁者他制定战争的规则和版本是多套的 绝对没有一套版本 第二个设想是如果这一套思路无法实现的话 那占领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 这是哈尔科夫州 Lugansk州 Donetsk州 这两个州拿下以后 下一阶段哈尔科夫州就将面临非常大的威胁 尤其如果占领了哈尔科夫以后 就很可能把哈尔科夫州给他独立出去 这可能是普京当时研究的第二套版本 因为哈尔科夫地区同样说俄语 所以他可能认为在这个地区发动进攻的难度不会太大 因为Lugansk州和Donetsk州在过去八年以来 已经建立了傀儡政府 而且得到了当地的民兵和所谓正规军的支持 但是东北部的哈尔科夫的进攻也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就退而求最后其次 那就是占领两个州 就是现阶段的作战状况 我们再反过头来看 刚才我提到了独裁者的思路 他一定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可能会把鸡蛋放在两到三个篮子里 那么过去我们讨论台海战争的时候 其实他们内部研究过很多的版本 有些版本是公开过的 比如说根据台湾方面发表的一些情报显示 在1996年李登辉总统访问康奈尔大学的时候 当初的江泽民政权就有计划要夺取金门 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后来是因为美国的大力干涉放弃了这套计划 其实在他们很多学者层次的 所谓假想作战 这个司令部屠上演习等等 他们也设想过夺取外岛的可能性 甚至夺取彭福列岛的可能性 甚至夺取太平岛的可能性 我认为独裁者他们的想法思路完全一样 极有可能 假如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台湾 在未来的台海战争当中 也会是几套版本 最高的版本那就是拿下整个台湾 如果这套版本失败的话 那退而求其次是不是拿下彭福 再失败的话 退而求其次拿下两个外岛 重大的外岛 以此类推 所以这种发展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度的注意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是现阶段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情势 我认为在第二阶段的战争当中 我对乌克兰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 非常的不以为然 因为我认为他们不求实际的 固守每一个城镇 这种战术 不符合乌克兰军队的实力 以及俄军现有的总体的作战大法 因为现阶段俄军 你看这是两天以前我画的图 而我发现 其实两周以来的整个战线都没有重大的变化 仍然是在围绕西威德尼斯克 这个地区的争夺战在进行 直到今天早上我看电视的时候 还发现他仍然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整个市中区已经被这个俄军拿下 所以乌克兰军队大致上在工业区一带 还进行着激烈的抵抗 那么下一阶段围绕西威德尼斯克 它周边的这些城市 乌克兰军队是否还要继续固守下去 这就引起我的高度的注意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口袋的症状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俄军的作战意图 它并没有给予要攻占每一个城市 因为第一它兵源仍然存在不足 而且从过去的作战状况来看 士兵的素质并不高 极力的想避免向战和每一座城市的攻击作战 那么剩下来的战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说像1939年的苏联芬兰冬季战争 还有这个1994年攻占 格鲁斯尼的战争 以及这个俄军参加叙利亚部队 攻击叙利亚的IS组织的各种控制城市的战争 以及格鲁吉亚战争 那就是很简单炮火攻击 摧毁每一座小城镇 使敌人没有长生之地 失去补给之后 不得不自动的往后退去 这是俄军的战术 这样做一方面战争的成本会很低 因为现在用不着什么精确的制导弹药 包括火炮弹药 或者是航空弹药 只需要用苏联时代集存下来的所有的无诱导炮弹 无诱导航空炸弹 实施摧毁性的打击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目的 而且己方的伤亡会很小 反过来乌克兰军队 以这种每一村每一寨聚守的方式来看 我认为就有可能被陷入核危 或者被权监的可能性 他们应该采取塔利班在2001年那样的战术 以及毛泽东在1947年延安撤退时候的战术 或者1946到1947年的东北作战战术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至少要比今天的俄军强大太多 拥有非常高级现代化的装甲部队 和整建制的重型105毫米的炮兵以及空军 相比之下 共产党部队要比今天的乌克兰军队要衰弱许多 但是他们主动的撤出了大城市 占领两乡 有效的是杀伤敌人 以杀伤有生力量为主 就不愁将来 夺不回土地 夺不回政权 塔利班的情况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明 当时我正在阿富汗前线采访 他们甚至很早就放弃了对首都喀布尔的防卫工作 退出了首都喀布尔 还有各大城市 转入山区当中的游击战 以保存实力为主 欧马尔当初的战略反复的强调了要保存实力 这是当时的情况和今天整个东部地区的作战战法 据说在这个突出地带 乌军至少集中了一万到三万人的精锐部队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俄国人占领了Izm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座战略城市 从此从Doneck发动了这样一种口袋型号的攻势 我认为极有可能 如果他们乌军不继续的从Civet Donetsk快速的后撤 就有可能陷入河围的状况 而且这个Donetsk河是这样的一个流向 这个地区河流众多 公路交通受到河流桥梁的这个限制非常之大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一旦河流的桥梁受到了攻击以后 乌军的重型部队就极有可能难以撤出这一个地区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 双方在这个地区作战的部队 都是在第一阶段经历过实战考验的这样的优秀部队 一旦有生力量被歼灭之后 那么我认为乌克兰还将面临新的危险 那就是什么地方的危险呢 包括哈尔科夫 他还有可能受到从伊斯姆方向发动的新的进攻 这是目前的状况 总之我对目前状况并不乐观 到目前为止鲁干斯克州的70% 东尼斯克州的90%已经完全被占领 我认为还要陆陆续续的继续往前推 推进到什么地方呢 所以我们看俄军的作战意图就已经非常清楚 这是我现在预测俄国人长期战略的另外一个机会 你看伊斯姆被占领了 而伊斯姆它并不属于鲁干斯克州 它属于哈尔科夫州 所以非常明显在联系到第一阶段对哈尔科夫的攻击 那就可以看出俄国人的战略目的依然是希望拿下哈尔科夫州 哪怕是一个部分 从而在鲁干斯克和乌克兰当局之间形成某种中间的缓冲地带 如果能够拿下整个哈尔科夫州 那当然河洛而不为夫 所以这是当初占领伊斯姆尔的重要的战略意图 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密切的加以注意 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英国的BBC电视台 和依据英国国防部所制作的十二号的战略态势 他们认为下一阶段的战斗 极有可能在鲁干斯克和比尔科夫斯卡这两个方向进行 占领这些小城市 而这一带是Donesk 大家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众多的桥梁 而且交通线只有一条 公路补给线只有一条 整个作战领域里面的全部乌克兰军队 然后对刚才所说的这些小城镇 实施火炮的摧毁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我认为依照当初我的总参谋部所制定的图上演习 真正危险的地区应该是巴克姆特以及利曼 利曼这座城市的争夺 进行了非常大的炮火准备 以及很激烈的战斗 所以拿下利曼 这两个利曼和帕帕斯纳这个地区 两个地区现在已经被俄军拿下 所以处于红圈的状况 非常强大的火炮支持以后拿下了它 我认为这就意味着下一阶段 针对巴克姆特和克拉姆斯托斯克 这两个地区的攻击有可能加强 从而形成巨大的口袋 包围整个东部的乌克兰军队 如果这一计划得逞 那么乌克兰军队有可能上市主要的胜利军 这是目前的现状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伊兹姆特和克兰军队 然后他也并不在鲁甘斯克州里面 也并不在德尼斯克州里面 而是哈尔科夫州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下一阶段 俄国人极有可能还要沿着伊兹姆的方向 向哈尔科夫地区挺进 同时配合北方的俄罗斯部队 对哈尔科夫地区形成新的潜壮的攻势 所以总体上来讲 我认为乌军必须调整战术 否则在这个地区有可能以冒进的方式遭受重大的损失 这是乌克兰东部的形势 那么现在随着莫斯科的基辅 还有其他的情报管道陆陆续续我也开通了 其实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我们来分析 现在我们要值得分析的是 俄军下一步 俄高层下一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战意图 他到底想达成什么样的最终的作战目标 普京当初是在想的什么 尤其几点我们必须分析 这场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俄精英社会的支持 尤其是军队的支持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普京在开战之初是否知道这场战争发动以后 会给他的政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 现在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俄等精英社会不是全部在开战之初 对这场战争持多大的支持态度 还是反对态度 就我所知 诸多的而高层的精英 包括产军复合体的领袖 包括一部分的军人学者 外交官 外交学者 对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是消极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现在随着这个俄逐步的放宽了一些互联网上的消息 包括这个Facebook可以部分的联通 我们大家可以大致上还是可以看到俄国人的有一些暧昧的评论 多数人对这场战争 我指的是一些精英人士 对这场战争保持了一定的沉默 甚至抱以某种程度的讽刺 这就可想而知 大家还是否记得 从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通过小提琴音乐会 已经不下五六次的为乌克兰人民哀悼演奏 希望大家捐款 我把这些视频传给了很多我的老朋友 这里我就不多说 我想试探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想法 当然把直接反战的言论传给他们 这个不太行 因为他们更多的用Telegram 而不是这个所有的Message 传给他们以后 那就不止一个人写一个谢谢 Thanks Spasib 或者是Brother 好等等 他回信 而内上图明确的 用英文中文 有时候用乌克兰文写着 献给乌克兰战争中牺牲的乌克兰人民等等 还是收得到有些人写的谢谢 有些人写的说的好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不担心我和俄国人民的友情 因为在我们这个层次 我认为他们非常了解整个整体局势的发展 尤其是外交官僚 他们非常清楚这场战争给这个俄罗斯所带来的悲痛和悲剧 一千年的仇恨 以及巨大的孤立感 彻底的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以及俄罗斯的门户开放等等问题 这些他们都非常清楚 可是这里的问题何在 既然如此众多的精英社会对这场战争并不感冒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阻止这场战争 这是我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和大家共同讨论的一个问题 习近平如果他真的决意要发动台海战争 即使是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 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战争 那么是否会有效的阻止他发动这样的战争 军人高层的军人是否会对他的行为有所制止 这就需要很巨大的问号 而且我认为双方所不同的是 民税主义一旦被煽动起来以后 极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支持习近平 发动对台湾的动物行动 包括军队 因为整个中国的内部色彩 意识形态的色彩和封闭的程度 要比俄罗斯大很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关于内部社会反抗的声音 或者是消极的声音如何影响决策当局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普京的 他所面临的一个处境 很多人觉得他可能没有估计到战争发动以后 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巨大的灾难问题 我现在告诉大家 错了 根据我掌握的最新的情报 在战前 无论是外交部 国防部 对外情报局 有人认为联邦安全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们所做出的错误的判断 很可能是乌克兰人民的态度问题 但是至于整个国际情势的发展 来龙去脉 以及可能发生的后果 普京当局 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而且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从很多Facebook的发言 学者的发言 以及这个俄报纸 有一些稍微网络独立的这样的报纸的一些评论 以及这个学者 海外的俄罗斯学者 私下的他们个人的情报 见解和判断都可以看出 而当局甚至考虑到了 美国和欧洲完全中断 与俄罗斯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甚至考虑到了完全停止贸易的可能性 甚至考虑到了 有可能在乌克兰的局部地区 与北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想象到的复杂的局面 甚至超过现实 但是普京为什么还要发动这场战争 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 不要高估独裁者 他们不是不聪明 他们非常聪明 他完全能够预测到会发生什么样什么样的局势 但是有两点 普京的预测是基本准确的 一 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 因为乌克兰没有还手之力 这场战争不可能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既然如此 那就可以放手的去干 这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一个最根本的先决条件 下一集我们来谈 乌克兰为什么放弃了自己强有力的军事工业 而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误判 结局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普京也正确的判断到了 整个欧洲要完全的取代俄罗斯的能源 尤其是天然气是不太可能的 到时候天然气价格必然看涨以后 俄的能源出口的收入不见得会降低很多很多 这一点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认为 我们判断习近平和他自己判断他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这场战争很可能会给习近平很多教训 是我向香港的很多中国的媒体 他们的这个记者学者讨论问题 向他们询问问题 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就是说解放军是在内部认真的积极的研究 这场战争在战术上给俄军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利弊 但是这不会动摇共产党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 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本身只可能从他所谓更大的一个民族大义 或者中国梦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台湾问题 这一点不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正因如此在国内现阶段的在俄罗斯国内现阶段的民意调查当中 普京确实比战前更加具备人气 这是因为他迎合了很多俄罗斯本土 向往苏联强盛时代这一代人的这种心理要求 至于说杀伤无辜 屠杀人民等等 无差别的攻击 这个在俄罗斯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 第一俄罗斯人也不知道这种程度情况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因为整个消息是被封锁了的 就算是有这些问题 俄罗斯也习惯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格罗斯尼 一直到乌克兰战争前期 一直到这个格鲁吉亚问题 哪一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平民 格罗斯尼当初完全也不存在了 也被摧毁性的打击完全抹掉了 可是俄国人也并没有因此觉得道义上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内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至于说将来进攻台湾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也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攻击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在今后通过特别的节目来加以分析 但是至少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可以看到的是 由上述这些最新的情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独裁者的想法和我们正常人之间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今天的视频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 不要忘记参加我的群体 点击我的小铃铛 再见 感谢大家